哈喽大家好 又来到我们一周一次的美好占卜时光了 我们欢迎小刘老师 哈喽大家好 我们又见面咯 你觉得声音怎么那么奇怪啊 最近都睡不太好了 所以就是压力有点大 是怎么回事 当然是希望可以让听众朋友们 可以做到更好的心理测验 所以晚上一直在想 想一想就睡不好了 我真的是非常非常用心 真是感人 我都哭了 那阿纽哥我们来哭个两声 给观众听一下 来来来 别了别了 那说到这样 我其实最近这样压力蛮大的 蛮好奇阿纽哥 你平常面对压力会怎么样去处理啊 其实我有一个喝咖啡的习惯 虽然生活很常摆烂 但是我会买一个咖啡 然后好好的做到电脑前面 对今天的挑战 那说到咖啡 阿纽哥平常你都会去买那种咖啡厅 磨的那一种单品呢 还是直接到便利商店去买那一种现成的 个人比较穷困一点 所以我都是买便利商店的美式这样 哈哈哈哈 好那我们今天就来让观众测测看 你的压力来源是什么 还有你们要怎么样去输压好不好 OK 带来的这副塔罗牌 阿纽哥你看看有什么感觉啊 呃这个好特别哦 怎么都是恐龙啊 因为这副塔罗牌 它叫做红龙塔罗 那其实对我来讲 压力就像被恐龙追一样 所以我特别挑了这一副 那我们台面上分别有四张牌 是权葬侍者 宝剑侍者 金币侍者 跟圣杯侍者 那我们就来看一下 这四张塔罗牌 给阿纽哥有什么样的感觉哦 好那我们就先用一杯咖啡的时间 来选择这个牌组吧 嗯第一张权葬侍者 就是一个长颈龙 看着一个婴儿 好像在抚摸他 感觉很关心的样子 第二张是宝剑侍者 是一只龙 哇 吃牙裂嘴的 在对婴儿吼叫者的感觉 第三张是金币侍者 就是一条龙盘旋在金币侍上 把这个婴儿放在金币上面 感觉好像很神气的样子 最后一张则是圣杯侍者 是一条龙呵护的一个婴儿 把它抱在怀中的一种感觉 那阿纽哥这四张牌 你会选择哪一张呢 我也想要选圣杯侍者 为什么啊 你什么 这张牌给你有什么感觉 感觉好像是被呵护的感觉 好像虽然这恐龙长得不怎么好看啊 但是就是 感觉好像会为我们对抗这个世界一样 所以其实阿纽哥也 一直蛮希望有人可以挺身而出来 保护捍卫这个世界的和平 好的 那我们听众朋友们 应该已经选好你要哪一张牌了 那我们就来开始解析 这四张牌的感受吧 好 那我们现在进入到第一张牌 权杖逝者 那选择权杖逝者的你 你一直会希望受到别人的注意和关心 想要被肯定 那在你心中你会一直想要别人去肯定你自己的行为 给你制造自信 那你要去注意你的压力 就会由此而来 当别人不想要肯定你了 或是当别人并没有去对你的行为 表示出赞赏或者是认同的心情的时候 你压力就会渐渐而来哦 所以建议你与其去在意别人认同你 不如先去给自己多一点自信 好好的去思考一下 今天你做的事情到底是为谁而做 你去完成你自己的目标吗 还是你今天只是变成别人希望你去表现的那个样子呢 对于这样的自己 该好好的去思考一下怎么样做 对你是最好的 好好的去在意自己的感受吧 阿牛哥你刚刚去哪里啦 我刚刚去泡一杯咖啡了 我泡了一杯美式啦 因为比较穷的关系 那阿牛哥你泡的美式咖啡 刚好也是适合我们前仗逝者的朋友 去抒压的一种饮料哦 因为对你们来讲的话 美式咖啡酸酸甘甘的感觉 而且喝完又会回甘 其实就是你一直很希望别人得到你的肯定哦 哇还有这么大的学问 这样被你讲的美式咖啡好像很高级一样 现在美式咖啡也是我们上班族 每天赶着去上班便利商店 就可以买一杯 虽说可得的一种饮料啦 那我们阿牛哥美式咖啡喝完了吗 喝完了 那我们阿牛哥可以去买第二杯咖啡啰 因为我们准备进入到第二张我们保健适者哦 那选择到保健适者的朋友哦 其实你是一个有压力却不想说出来的人 因为对你来说啦 压力的想法或者是这些负面的情绪表现出来 好像显得特别的别扭 所以你不太敢去表现出来 那也会变成说你自己在处理问题 处理事情的时候遇到压力 你就会开始压着压着像一个压力锅一样 然后有一天突然间爆炸 所以对你来讲你的压力真的应该要寻找一个适合的时间 抒发出来 不要让自己一直压着 像随时可能会爆炸的不定时炸弹一样哦 咖啡买回来了吗 又买回来了 阿牛哥我们这次买了什么咖啡呢 我们买拿铁 拿铁 阿牛哥怎么是有偷看我们的稿子是不是 因为我们第二张牌的朋友 你适合喝的就是拿铁哦 哦主要是价格的关系啊 可是拿铁不是比美式又稍微贵了一点 贵个十块应该还行负担吧 我都会自己加个奶精啦 因为有时候你知道现在牛奶比较贵 那为什么会适合拿铁啦 因为拿铁的部分本身来讲 它牛奶中和掉了咖啡原本的苦涩 那对于选择这张牌的你来讲 你真的需要有方式可以综合掉你内心里面那个说不出来的苦 对你来讲就是宝宝心里苦 但是宝宝不说 那就一定要想办法把这个苦楚 把它表现出来 把它抒发出来哦 那我们现在准备进入到第三张牌 阿牛哥该不会又要再去买下一杯咖啡了吧 我已经差不多见底了 不然阿牛哥可以帮我 我们要拉开玩笑的 那我们进入到第三张牌 那第三张牌阿牛哥你记得是哪一个吗 是我们金币试者 阿牛哥是咖啡买到都忘记要回顾一下 对你来讲你的压力来自于对未来的迷惘 因为常常你会担心自己在做的事情 没有办法符合得到未来你想要发展的方向跟目标 所以在你面对要规划未来要做什么 或者是自己要做什么的时候 你就会开始感觉到压力 因为你往往会不知道 之后的你到底能够往哪个方向去发展 那也许是想要往你所学的地方去发展呢 还是以前所做过的事情发展 那就会让你就是觉得压力非常的大 对于这一张牌的朋友 你适合喝的咖啡饮品 我会比较推荐冰滴咖啡 阿牛哥知道什么是冰滴咖啡吗 知道啊 就慢慢滴的咖啡 然后很久才能做一杯嘛 没有错 这就是象征选择这一张牌的你 很多事情呢 就是要慢慢慢慢来 而不是急着去想 我以后一定要达到什么样的目标 因为这样反而给你压力很大 不如就来慢慢慢慢的萃取出属于你自己的这一杯咖啡哦 那我们最后一张牌 也就是我们的圣杯四者阿牛哥选择的这一张牌 好我们选择这张牌的朋友 阿牛哥 先想问一下 你是个很有耐性的人吧 我没有什么耐性 只是装得很有耐性 因为其实这一张牌 它代表的就是 会从等待当中慢慢累积自己的未来 跟自己的发展 那也相对来讲 你的压力就会变成在等待之中累积出来的 因为我们常常会在漫长而永无止境的等待当中 累积自己的负面情绪 那在这负面情绪到了一定的紧定端时 它就会累积成一个很大的压力 所以对选择这张牌的你来说 你会在一直不断无尽的等待当中 累积到一定的压力跟伤害 那这个压力跟伤害 会让你自己心里面出现一种很不平衡 或是很不舒服的感受 那选择这张牌也相对代表 你自己在等待的环境当中 要试着喘一口气 所以对于这类型的朋友 其实你适合喝的是 我们时效蛮流行的气泡咖啡 有这个东西喔 有 因为最近很多咖啡厅都会开始贩卖这些 就是有气泡型的咖啡 那就连便利商店也有在卖喔 去过台南玩吗 来台南很多次 好像没什么地方去玩喔 有机会的话可以去向我们台南美术馆 因为他刚好有一个所谓的僵尸特展 里面就有卖气泡咖啡喔 那其实我们上面做完了心理测验 这个咖啡的品种这么多 那乔柳老师知道咖啡的历史吗 不知道耶 是不是这几年才开始红起来的啊 其实不是喔 真正咖啡开始红起来是400年前 荷兰人就开始引进咖啡了喔 那个时候是英国的德济洋行 开始引入的 在现今双北市区开始种植 但那个时候因为都是在荷兰人之间流传 所以没有推广出去 原来台湾那么早就有咖啡种植的记录啊 嗯对啊 因为当时咖啡没有被推广出去 后来怎么被推广出去呢 其实它跟一本小说有关呢 那就是少年维特的烦恼 这也是台湾人第一间咖啡店的名字 很有趣耶 对没错 那其实那时候很流行的吃茶店 还有一个很特别的饮料叫可尔必斯 这也是百年以前的饮料啊 蛮特别的 可尔必斯 不是我们现在喝的那个白色的那个吗 对啊对啊 那时候很流行一个叫做蛋包饭啊 然后它也有一个女给的文化 女给的文化其实就是穿和服的女士 会端着异国料理跟饮料 然后陪同客人在那边去做吃茶的动作 所以就跟现在我们理解的那种 就是情人亚座是不是有点类似啊 它其实是单纯扮演服务生的角色啦 但是没有那么多色情的成分在里面 但是有没有色情的文化在里面呢 真的要看地点吗 对对 也是也是 对 这边再补充一个小的知识点 陈一松回一路 维特一开始时期间纯吃茶店 但是因为生意清淡 所以就改为酒家了 美女如云服务亲切 成为台湾人第一时间开设的高级酒家 所以就是从纯的变成不纯的咯 对啊因为不纯的生意比较好嘛 原来如此 那我们后来这个文化是怎么在台湾渐渐消失的啊 其实是这样子的 日本撤退以后 那市场需求就已经不再蓬勃了嘛 价格就慢慢掉下来了 然后美国人因为很爱喝咖啡 所以就带了吉隆咖啡来台湾 然后让雀巢咖啡独占了市场很多年 就是那个很有名的雀巢 嗯对啊 哇好酷哦 你的声音怎么特别变成女性化啦 刚刚喝了咖啡 后来北部兴起了咖啡店的风潮 那金车博朗咖啡 这个大家听说过嘛 很漂亮的那一间咖啡店 那时候台湾正处于经济发展蓬勃时期 罐装咖啡就成为熬夜苦毒的最佳凉拌了 哇哦 所以我记得那个时候好像 很多类型的那种咖啡广告 从雨后春笋般冒出来 哎这样我是透露我的年纪啦 哈哈哈哈 2000年以后政府开始推广农民产销 谷根农民也开始不断尝试 直到现在咖啡的重生面积 已经超过100公顷了 哇 每年的产量还在逐渐增加 咖啡馆的密度更是高达全球第一啊 哇真的假的 超商每一秒就卖出了13杯咖啡 可以说是台湾年产只是800亿的黑金传奇 哇哦 一年喝的咖啡量叠起来高达13万座101 这么高啊 哇 台湾人怎么那么爱喝咖啡啊 所以咖啡文化已经变成我们生活密不可分的一个部分了 那我们是不是开始进入一下观众的提问环节啊 好啊好啊好啊 那这次我们阿牛哥有选到什么问题吗 这次我们在来自台南的月饼 他想要问工作 他是一个女生 然后双子座 想要问工作 哦 什么样的内容啊 他是最近想要换工作 然后想要问一下 是不是能够顺利找到自己期望的工作团队 还有工作的内容 好的 那我们这边帮月饼小姐嘛 对不对 那我们中秋节也还刚过 这个也太应景了吧 对啊对啊 好的 那我们帮月饼小姐抽了三张牌 那三张牌分别是保健舞逆位 星星牌逆位 还有月亮牌逆位 那其实我们先不用看整个牌役的解析 其实三张牌都出现逆位 所以可以看得出来我们月饼小姐 对于要去换工作这件事情 是尘黄尘孔啊 诶这个尘黄尘孔 因为我们文化水平不高啊 这是什么意思啊 这其实我们月饼小姐 她蛮担心害怕的啦 然后心里面也有个心惊惊惊惊 对吧 那我们说到这里的话 第一张牌 保健舞的逆位 可以看得出来 在过去的公私环境 月饼小姐可能跟周遭的一些同事 或者是上司 有一些小小的争执 或是不愉快 那也看得出来 月饼小姐她也不太想去跟这些同事做妥协 这也是为什么她很重视 未来她找工作当中的团队互动 还有就是有没有适合的团队 但我们看到现在是星星牌的逆位 其实机会已经出现了 甚至这些机会可能已经找到月饼小姐你咯 但是因为星星牌的逆位 我们月饼小姐 虽然机会已经出现了 但是你要特别注意一下 因为不能把旧有的这些负面情绪 或者是之前在公司遇到的一些挫折 或者一些你觉得不舒服的感觉 带到新的环境 我们下一张牌月亮牌的逆位 配合上我们星星牌的逆位来看的话 会很担心到新的环境 你会复制出那一个过去公司可能发生的问题 那这个问题其实不在于他人 其实是月饼小姐 你可能心里面会因为一点点小小的 可能一些互动上的雷头 或者是可能有一两点 让你觉得好像跟之前的同事一样的态度 而导致你退缩 或者是用采取以前的态度去处理新的环境 那自然而然可能又会遇到一些同样的状况 甚至来讲又会跟一些人起冲突 所以会建议月饼小姐 您到新的环境 用新的姿态 新的心情去面对这里 那对于每件事情 也要好好的去跟大家做互动 那也祝福月饼小姐 在新的环境里面有好的发展 因为整个拍片告诉我是有机会的 但是要看你自己 用什么心态去把握它了 那今天的差不多节目就到这边为止了 那下面有Google表单 如果大家有什么疑问 那欢迎填写这个Google表单 我们会抽出来解决你的疑问 那我们下礼拜再见吧 拜拜